贫乏是很不贵的事 我应该来到这村子 我为人的努力 我为人的努力 光源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如果你愿见了城市 接下来会选择到哪里去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部日本剧情电影 《阿弥陀堂讯息》 校夫和美智子从东京回到家乡 走过蜿蜒的乡间小路 身后是城市的喧嚣 面前是秀丽的风景 校夫是沉寂无名的作家 妻子美智子就职于东京大医院 如今却愿意陪她一起回乡 呼吸着山间的新鲜空气 二人的新生活浸在眼前 村子里有个阿弥陀堂 里面住着96岁高龄的美奶奶 虽然腿脚不便 身体却很硬朗 她热情接待了归来的孩子们 贴心询问他们接下来的打算 自从校夫奶奶去世后 他们许久没有回来过了 亲手奉上为美奶奶准备的礼物 那是一份敬意与感恩 美奶奶这里存放着 过去之人的牌匾 守护着同村人的宁静 守护着小辈们的思念 这个对任何人都亲和有理的奶奶 如同一棵古树扎根鱼子 比起校夫的作家身份 村民们更欢迎美智子的到来 她将在村子里的诊所认知 解决村子里没有医生的困境 欢迎会上 村民们玩笑般给校夫起了赏音贤人的称号 毕竟作家这个身份太过虚无 对于美智子嫁给校夫的选择 村民们也表示不解 毕竟村子里也有不嫁赏花贤人的传统 大家笑作一团 并为夫妻俩准备了温泉洗浴 帮助他们洗去一身风尘 欢迎会结束后 小孩子为美智子送上花表示欢迎 夫妻二人迎之落日 朝家的方向走去 晚风掠过河流 耳边响起不合时宜的老鸭声 美智子似乎被吓到 蹲在地上大口喘着走气 校夫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安慰着 直到美智子渐渐偏缓 泡完温泉的夫妻二人回到家中 合夜而眠 这一夜外面不再是车水马龙 而是静静流淌的山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进来 听着屋外的鸟鸣声 舒适而又惬意的早餐 他们不必再穿梭于拥挤的地铁 不必每天匆匆忙忙 迎接他们的是高山美景 田野春花 美智子走在乡村道路 与路边每一个人亲切问号 乡间诊所与小学建在一起 美智子第一天上班 等候的老人几乎将诊所包围 他们在门口等待着 谈论着许久未归家的孩子 美智子细心地为每一位老人检查身体 亲切有礼 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校服在妻子走后出门 去拜访多年不见的老师 老师身患胃癌 心态却始终保持得很好 他不肯接受医生的治疗 甚至将家中所有藏书捐给了学校 生死对他来说并不畏惧 面对归来的失忆学生 依然会笑着安慰他 老师的妻子温柔贤惠 也在一旁为他鼓劲加油 老师告诉校服 无怨无悔地走好自己选择的路就够了 至于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事 他到现在也没有做到 让校服不必太过介怀 与老师一起静坐于山林中品茶 校服的心境此刻也发生了变化 校服回到家中 遇到了前来送村里宣传报的老人 闲来无事的校服主动拦下送报的工作 好让老人可以不那么繁忙 报纸上有一栏阿弥陀堂讯息 上面印着美奶奶的话 她每日忙忙碌碌 与瓜果蔬菜为伴 虽然不曾见过什么大世面 却也免去许多烦恼 或许这就是她长寿的秘密 这样的话打动了夫妻二人 二人一起前往美奶奶住处 因为之前美奶奶有过高血压的病 村民很担心老人 恰好美智子到来 所以拜托她帮助美奶奶看病 美奶奶这个时候正在休息 夫妻俩就在外面一直等到她醒来 才开始为她测量血压 好在血压数值很健康 美智子也稍稍放下心来 闲聊中美智子她知道 美奶奶之所以血压高 是因为去年要修建厕所 校服立刻表示自己来帮她修建 当美奶奶小声说出没钱的困扰时 校服表示家中有很多材料 让她不必为钱担心 美奶奶再次谢过二人 缺少轻壮劳动力的村子 虽然老人身体硬朗 面对有些事实也显得无力 静谧的山林 使而由鸟儿提叫 美智子在这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 自然的生机治愈着夫妻俩的身心 乡村里的孩子活泼天真 美智子与他们玩闹了一下午 校服目送着孩子们唱着歌离去 心中颇有感触 转身望去 妻子已经泪流满面 她知道妻子是想起了伤心事 她无法安慰 这期盼宁静的时光可以治愈 来帮助美奶奶修建厕所的校服 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孩 小百合 她正是负责阿弥陀堂讯息专栏的人 校服对她的文笔夸赞不已 可惜小百合因为喉咙患病 无法改革 或许正因为如此 她更擅长于轻听 她问校服是否是一个小说家 校服对这个称呼有些羞愧 自从拿到新人奖后 已经十年未曾出过书 早已经是个无名小组了 美奶奶问校服 小说都是虚构的吗 校服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小百合在纸上解释 应该就是将阿弥陀佛的话 转变成故事 美奶奶这才理解 她说大概是年纪大了 比起悲伤的故事 更喜欢快乐的故事 三个不同年龄的人 此刻似乎成为了知己 校服穿梭于各户人家送报纸 细心询问老人是否有什么困难 有时也会与老人一起聊天 听他们讲述年轻时候的故事 结束一天的忙碌后 一定会去看阿弥陀堂讯息 美奶奶说的每一句话 都让她深有感触 单看外表很难想象 一个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的老人 却能说出如此触动人心的话 校服带着妻子来拜见老师 老师整日练习写字 感悟深刻 面对学生的到来 他送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 是他曾经用过的刀 希望校服可以在自己走后 好好保管 郑重接过老师赠予的刀 校服说在冬日记上 自己有幸被邀请去表演刀舞 老师笑着道 那便用这把刀替我表演吧 老师总是表现得很坦然 可他的妻子却无法接受丈夫的离去 校服要离开时 老师一边摸摸一边说 不要替我担心 可美质子来到屋外 还是忍不住询问起来 并告诉老师的妻子 如果有什么问题 请打电话给自己 他们如今还达不到老师的境界 无法对生死如此淡然 所以才会时常悲伤 闲暇的日子 夫妻俩一起来到河边钓鱼 等待了许久 终于有鱼咬沟 美质子开心的如同孩子 忙碌了一天 虽然只有一条鱼 可夫妻二人依然觉得满足 回家路上 小朋友将采来的草 送给美质子 他吹起了口哨 吟唱开心的歌谣 这是在城市享受不到的奢侈待遇 夫妻牵让着烤好的鱼 都想让对方率先品尝美味 酥脆鲜嫩的鱼肉果然好吃 美质子心血来潮要做醉鱼 在碗中加入热酒放入鱼 围着火炉席地而坐 轻轻喝上一口 只觉得全身通胀 再次来给美奶奶测量血压的时候 美质子问起她的睡眠如何 听到美奶奶说自己睡眠很好时 美质子笑着说 自从来到这里 自己也睡得很香呢 校夫问美奶奶有没有失眠的时候 如果失眠会如何做呢 美奶奶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睡不着的时候就听着流水声 把自己想象成河流 随波流淌 渐渐地就睡过去了 无需安眠药 自然的声音就是最好的药篮局 回家路上 美质子忽然意识到 自从钓完鱼后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吃安眠药了 在大山的怀抱中入睡 在晨曦的迎接中起床 闲时坐看云起云落 自然便是最好的治愈良药 再次去看望老师时 美质子看到了房中挂着的字画 不给别人添麻烦 闲时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这是老师在东北哈尔滨协下的 可战后老师被抓到七伯利亚 老师的妻子带着儿子独自逃回 因为条件太过艰苦 导致独生子在路上夭折 留下他独自在日本等候十一年 或许是有过那样的经历 才让老师看淡生死 连得知儿子离去的消息 也只是感叹一句 那是他自己的命 除此之外 再无他言 回到家中的美质子提出要买新佛刊 他想要留在这里直到老去 想在这里留下子孙后代 于兰盆节那天 死去的灵魂会在阿弥陀堂重聚 点燃神火相迎 一直聊天到天亮 年轻人或许感受不到这种氛围 可对老年人来说 这并不可怕 能在梦中长眠 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一盏盏灯在河流上被送往远方 承载着思想与期望 年花绽放 新的一年到来 美质子因为高超的医术被赞扬 村长希望他可以每天坐诊 可美质子却拒绝了 于他而言 现在的生活刚刚好 小百合来到了他的诊所 学生时代的病现在已经转移 这种少见的症状 让美质子都觉得棘手 他的肿瘤发展得很快 美质子想要帮助这女孩 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毕竟和他相同的病争 在东京也只见过三例而已 对这里的医院来说 可能是书上都不曾见过的 美质子再次感到呼吸急促 小夫告诉他 你是最好的医生 我会成为你的后盾 只管放心去做就行 丈夫的安慰 让美质子渐渐平缓下来 小百合被转移到了 镇医院接受治疗 小夫来病房看望他 告诉他自己很期待 接下来的阿弥陀堂讯息 小夫给他念了 普希金写的话 希望可以借此安慰到女孩 小百合对美质子的帮助 表达谢意 并告诉校夫 自己已经存了三个月的稿子 就算接受治疗 阿弥陀堂专栏也可以继续运作 虽然美质子自己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可有丈夫的加油 还有肯努力学习的后辈 此刻他们都燃起希望 远在大山的美奶奶 也盼着小百合的归来 在讨论小百合的病情时 中村医生不禁问起 困扰自己的问题 他认为像美质子这样的精英 应该工作在医学最前沿 而不是回到这个乡村 平白埋没了自己的才能 美质子告诉他 或许这种行为 在别人看来是不思进取 可对现在的自己来说 平淡的生活才是追求 一起治好小百合 比他在东京做的任何一件事 都要有意义 小夫再次动笔写了起来 时隔许久 这个乡村给他的感悟 远比前半生得到的更多 不必华丽的辞早表述 只听美奶奶最自然的表述就够了 华丽无法掩盖质朴 繁华装饰不了人心 美奶奶的小屋 承载着人生刺激 随口说出便足够年轻人思考半生 小夫带着录音机来到美奶奶的小屋 让他可以说些重要的事 自己拿去带给小百合听 可对美奶奶来说 阿弥陀佛 保佑小百合早日痊愈 这就是最重要的 小百合的病情开始恶化 出现了肺炎的情况 抢救室内 小百合呼吸浅薄 几乎已经失去了意识 肺炎的发展超出了大家预期 就连美质子也只有五成的把握 他尽力让自己平稳下来 用一切可以用的手段 终于将小百合的病情稳定下来 将这个消息告诉等候在外的亲属 美质子与中村医生才放心去休息 在寂静的深夜 美质子吐露出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做医生的他见了太多生死 可始终无法看淡 在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时 他感觉身体内的精气神被一同带走 处于孕期的他失去孩子 为此心痛不已 孩子没有选中他成为母亲 这种打击对他来说过于沉重 身体和精神所能承受值到达极限 美质子得了惊恐障碍 每天被死亡所包围 无法再去拥抱明媚的晴天 丈夫不忍心看他郁郁寡欢 于是带他回到乡村治病 美质子忍不住落泪 告诉对面的年轻医生 丈夫的老师明明时日无多 却每日保持乐观 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了自己 他认为人面对死亡的心情 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变化的 好好活在当下 享受生命每一刻 才能更好地离开人世 这是他来到村子以后学到的 将埋藏的伤疤坦路 也是选择释怀的一种方式 小百合虽然还没有醒过来 可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肺炎已经被控制住了 美质子有些疲惫地坐上丈夫的车 她没想到自己还能通宵看护病人 来到这里后 自己的状态真的好了很多 孝夫迫不及待地将好消息告诉美奶奶 美奶奶一连确认了好几遍 高高悬起的一颗心才终于放下 她不停地感谢着 念着阿弥陀佛 这是一位长辈能给后辈最真挚的祝福 孝夫临走前 美奶奶哽咽着告诉她 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夫人 落日余晖 浸洒田野 一片金黄麦穗中 夫妻二人畅游在其中 只觉得身心舒畅 世间再无烦扰 孝夫决定来年一定要打理自己的田地 用心情汗水浇灌出的种子 会绽放得更加出载 孝夫再次来到病房探望 小百合的精神已经好了很多 多亏美奶奶的录音让她的心情几次贫瘠下来 孝夫告诉小百合 美奶奶得知她好起来的消息 激动地落下了眼泪 小百合笑着落泪 在纸上写下了 南无阿弥陀佛 孙子里的表演老师并没有去观看 她自知时日无多 因为疼痛而醒来时 告诉妻子自己不想要葬礼 只需点燃一支献香就可以了 同时她也表达了自己的愧疚 因为她的病让妻子很是辛苦 可这句话却让妻子忍不出落泪 即使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还是会因为丈夫的一句话而难过 秋日的叶子给大山染上了红霞 美的可以直接入化 美智子的精神也越来越好 深夜 小百合的父亲前来拜访 因为女儿的病来感谢美智子 特意送上了礼物 如果没有美智子的到来 小百合可能会早早离去 她告诉美智子 村子里打算建造新的诊所 已经找人在设计图纸 村长希望美智子可以担任所长 能够每天出诊 美智子这次没有拒绝 而是答应会考虑一下 不过她对修建新诊所的事情 提出自己的问题 她更想让村子听取村民 对医疗的需求 将钱用在治病上面 这样的要求自然会被答应下来 小百合的父亲告诉她 诊所会在明年秋天建成 希望美智子可以参与授计 美智子一口答应下来 这一次她是真的做好准备了 乡村的疗养 让她身心得以修复 如今也到了回馈的时候 疼痛的折磨 让老师已经无法起身 她虚弱地看向自己的学生 又望着守候半生的妻子 问她 你可以受得了吗 妻子不忍心让她牵挂 点点头 笑着说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老师没有留下丝毫牵挂与累赘 落日照射进来 在众人的静默中 她自愿停止呼吸 这个世上少了一位长者 多了一缕值得缅怀的灵魂 她的牌子照例被挂到了阿弥陀堂里 点燃一炷清香 寄托一份思念 美奶奶安慰着伤心的女人 希望她能早日走出伤感 村子里的一切 无需过多雕琢 随笔记下便是医生 校夫用纸笔讲述故事 在冬日大雪纷飞的时候 校夫 美智子与小百合 一起来看望美奶奶 经过手术治疗 她已经可以低声说出话 美奶奶激动地抱着她 不停看着健康的孩子 险些再度落泪 代表祥瑞的雪再度落下 已经43岁的美智子 终于等来了属于她的孩子 没有强求 没有期盼 生命的奇迹悄然降临 冬日记那天 承载传承的剑舞开始表演 无声的表达代表了思念与祝福 雪后的乡村与大山融为一体 乡村里的一年四季 恰如人生周而复始 带来新的希望与奇迹 雪后嫩牙出生 阿弥陀堂前 三人与美奶奶一起合影留念 美智子手中抱的是守护 肚子里孕育的是未来 《阿弥陀堂讯息》是一部 日本剧情电影 上映于2002年 它还有一个别具诗意的名字 山里的来信 初看到这个名字时 我便觉得有微风带着山野气息而来 轻轻掠过耳边 留下丝丝清凉 许是在城市中待了太久 我早已记不清儿时的明月 青年的河流 每天入目可见 高楼林立 偶尔有阳光照射 俊忙于凶迹 匆匆与行人擦肩而过 不觉温暖 只觉燥热 当我静下心 看完这部影片时 忽然产生了再回一次老家的冲动 告别陌生疏离的城市 回到大山脚下的村庄 与村中长辈一起前谈 与村口早述 诉说心声 我们的人生不该只有繁华 千番过境后的平静 也该细意享受 当然我们的生活 也有太多情非得意 不是每个人都像校夫 与美之子一样 放弃都市 回归乡村 既然无法得到那样奢侈的享受 我们也可以退而求其次 在空闲之余 翘望星空 在休息之时 脚外散步 其实方法无所谓 重要的是让躁动不安的心 偶尔平静 坐看亭前 花开花落 笑看天边 云起云疏 灵魂无忌 享受当下 晚风会替你抚平心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也有所感触 或者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讲讲你的故事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 也请帮我点一个小小的赞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 不要嘢